Good afternoon 我眼前的是一盆盛开的剑蓝 市长红 今天是个阴天 可是阴天的时候拍这个浅颜色的这样的花 蓝花的花 而且又不大的花 好像更容易颜色拍得清晰一点 不然的话光太强的话 有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点这个曝光过度的感觉 因为我也是手机也没有多高的技术 这个事实上是种在一个这样的盆里 是上了幼的这个盆 它的呼吸 呼吸的这个透气的程度 对于阳蓝花来讲不是最理想的 但是因为这个剑蓝的这个苗 从苗期开始 它就有这个红颜色的这个苗 一直到长得这么大了 这个上面浅绿色 这个下面还是这个红的 所以非常的漂亮 那么我就想把它放在漂亮一点的颜色 好看一点的盆里面 从苗开始就可以 生长苗期开始就可以欣赏起来 那我就把它放在这个盆里 那这个盆的话 它是旁边有洞 然后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水槽 我就干脆把这个底下 这个底底下 从这个底下就是把它 drill了一个洞 让它水从底下就透掉 这样就不会有积水 Otherwise的话 它这个洞在旁边的话 它这个水的水陷在这个地方 底下 虽然我也放了火山石 但是永远有积水的话 还是对阔蓝来讲的话 如果你介意的话 不好控的话 就把底下 索性的这个穿透这个底 把它打一个那个洞 那么这样的话 水就可以随时的 就是收通走掉 其他的那个就是一般的养货 植料是颗粒的植料 树皮啊 腐蚀啊 无非就是这些 那个苗期呢 用肥的话呢 苗期呢 我就是生长期 我放了那个好康多 就是生长肥 都是缓食肥颗粒的 然后到了这个一个多月之后 春天了 晚春一点的时候呢 那么给它上了一次磨肥 就是醋花吧 算是花肥 那这次是有三件啊 这边一件 一个spike 1 2 3 三件 这件已经开了很久了 两个多礼拜吧 索性最近都是阴天 而且湿润都也比较好 所以也等得 然后这两件呢 上面还有两朵 最顶向的 还没开呢 将开未开的 这也是新开的 好像一半展开的样子 所以眼下是最好看的时候 这两天 给它拍个video 做一个记录 全户外养殖的 那么通常我是放到我这flower bed 就是这个花坛上面的 那给它拍录影的时候 觉得后面那个背景有点砸 所以把它拿下来以后 放在这个墙 反而看它自己 比较清晰一点 苗也不错啊 有新苗长出来 而且花也不错 这个是长红的去盆 这个色花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非常容易开花 而且也很香 也很泼辣 就是好像说不出什么缺点 对它的可以近看一点 再多看聊也好了 看看它的这个花的话 外三半的话是红红颜色 粉红的有红色的那个条纹 比较清晰 那么两个捧半呢 有一点白 白里有一点点 后面有一点点透 不太清晰的那个纹 那么中间一条纹是比较清晰一点 在这个就是这个捧半上面 那么蛇半呢 上面有红斑 鼻子呢有一点这个就是象牙白 或者叫乳黄色 乳白乳黄色 所以整体来讲 那它的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后面也能看到条纹 而且干干净净的 这个花见感也是的 有一点乳白 有一点红 有一点渐变 也有一些条纹 所以非常喜欢 而且围绕着它 给它做一个video做记录的话 它非常的香 在风中在颤颤巍巍的 它看起来也非常舒服 非常的香 非常的自在 好的 谢谢跟我一起赏花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